例如說我最近在質疑你們家族在綜合草地 如果你覺得我的家族在綜合有草地 你們不比綜合人 你根本沒有綜合的資產 你根本沒有綜合資產在哪裡 請說 你又來問 你看我財產申報嘛 五四三二一 你在綜合有沒有資產 我沒有 我沒有方產啊 不是綜合人嘛 喔是 要有在綜合有資產 有三百多筆土地才是綜合人 了解 謝謝 你根本沒有綜合的資產 是是 沒有資產不能叫綜合人 百年難得一見的名言就出來了 張住人就是說 那吳禎 你在綜合有沒有買房子嘛 你有沒有土地嘛 你有沒有資產嘛 那你在綜合沒有資產 那你不是綜合人啊 哇 你知道這一句話在我路上 那個下面按怒的 按留言分享 整個爆掉 因為你知道嗎 不是只有吳禎沒房子 我也沒房子啊 然後呢 很多人都沒房子 像他們看到很多人說 我從小就在綜合出生 我到現在也沒買 八萬個 我不是綜合人嗎 那張志倫一句話惹怒綜合人 對 他這個叫做地圖炮 一句話惹怒所有綜合人 有一點是綜合的年輕人 甚至比趙少康還要厲害 人家趙少康說二十幾歲的時候 也不過是買了兩三間房而已 張志倫家族是多厲害 他們光是這個建商建設公司 他們家名下的就十八間 十九間的建設公司 好 這個最近出了一張辯論挑戰書 要給張志倫說主題叫做沒有房產 是不是綜合人 邀請公開辯論 時間地點不拘 網路全程直播 吳貞期待你的回覆 你不是要找我當面討教嗎 現在效果如何 張志倫還是沒有回答對不對 佩義 這個吳貞在綜合參選 那他就是做功課 然後拿出一張表格 就是說張慶忠家族 張慶忠跟他的兒子 張志倫 以及張志倫的媽媽 也是張慶忠的太太 陳錦帝 這個地委議員 然後加上財團地主 這個四位一體的張慶忠家族 在綜合的財產 現在可以從三十年前的兩億 幾下暴增五十倍 這樣超過百億的家族 吳貞就幫大家做分析 其實是很學術的一個討論 把這個表格立出來的時候 結果這個張志倫 就是吳貞的對手 就整個爆炸了 爆炸大叔 你知道我們很少看到 通常點都是網路上面 比讚對不對 留言 而且通常可能不會太個對方 你就是自己在臉書上面罵一篇 結果張志倫不是 他是在這個跑地方行程的現場 衝去找吳貞 坐在旁邊 然後拿了一張傳單出來說 來來來 我們現在來討論一下 你來跟我對此這樣子 但是張志倫 這個是百年難得 一件的奇才 他當面去跟吳貞說 我們來討論 馬上突然 像手機趕快拿出來錄影 因為這本來就公開場合 其實這公開場合 本來就可以錄影 因為你是公開發言 結果這個百年難得 一件的名言就出來了 張志倫就是說 那吳貞 你在中和有沒有買房子嗎 你有沒有土地嗎 你有沒有資產嗎 那你在中和沒有資產 那你不是中和人啊 哇 你知道 這一句話在我路上面 那一個晚上 我看到吳貞po出來的 大概五分鐘之內 那個下面按怒的 按留言 那分享整個爆料 因為你知道嗎 不是只有吳貞沒房子 我也沒房子 然後很多人都沒房子 像很多人說 我從小就在中和出生 我到現在也沒房子 我不是中和人嗎 那張志倫 一句話惹怒中和人 這個叫做地圖炮 一句話惹怒所有中和人 尤其是中和的年輕人 然後不只是中和年輕人 這是你知道這跨區的 這是不分區的戰場 因為每個區域都年輕世代 普遍居住正義 大家不知道嗎 居住正義是各黨各派 不管你要選中 還是你要選立委 你要出來參選 就要去面對一個重大的 全國的議題 結果這個張志倫 我覺得他真的把你難得 一件的奇才 完全沒有政治 他是王子 對 王子跟公主的世界 真的跟我們一般人不一樣 而且那個是有錄影畫面 你看他講這句話 那個表情 是多麼的理直氣壯 他說你就沒有房子 你就不是中和人 你有沒有自產 有房子不是很簡單嗎 有房子不是叫爸爸 出一點就有了 他們家 其實張志倫 我覺得真的是奇才 國民黨讓他只是 在中和選立委 太大財小用 他甚至比趙少康還要厲害 人家趙少康說二十幾歲的時候 也不過是買了兩三間房而已 張志倫家族是多厲害 他們光是這個建商建設公司 他們家名下的 只有十八間 十九間的建設公司 但是你今天要抓到一個 很重要的眉角 就是大家一直在問的 很多建設公司也沒辦法賺那麼多錢 對 他們是不是利用 你來從政要做什麼 從政跟他家的致富 到底有沒有關聯 就是這些年期間 他為什麼這麼多土地 他不是自己買房 他是我有 他有土地 然後在上面蓋房子 土地怎麼來 去看他們家 無珍奇幫大家點出來了 這些土地通常都是管制用地 或是農地 就是一開始 他購入的成本是極低的 但是他很可能 他們就是有利用這個政治的特權 他有消息 他在成本肯定的時候 把土地買進來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就這麼好巧不巧的 之後就是都會有都市計畫 去變更土地 變更土地之後 他一下就暴增暴漲 他的價值立刻暴增暴漲 他就可以蓋房子 蓋房子的人 這好巧不巧的 剛好又是他們家來蓋房子 所以他這個財產 為什麼可以從兩以下 暴增五十倍到上百億 你這個有沒有特權 你這個就是特權 而且特權 然後利用土地 利用建設公司 就是其實就是國民黨 早期那一套NP四重主義 我就是我有 我有這個公權力 然後我可以給你變更土地 我剛好我也有建設公司 我又可以買 買了之後就不斷地這樣 土地滾土地 錢滾錢 所以這個還不是 所以他們兩個 還不是照謠汙滅他們 他們自己就這樣說 你看張慶仲就這樣說 他說我一開始就是 我是小本生意 一開始我只是有幾塊土地 但是後來就是 因為我們有優先權 我就慢慢收 慢慢收 慢慢收之後 這個就越來越多 他一天說好像很簡單 為什麼這麼多綜合人 其他的綜合人都沒有像你們這樣 有優先權 這個直播嘛 那所以昨天那一場你應該看了 我們重點再讓你回顧一下 在英雄的在現場 說的到底是又什麼 王英川直接說 黃國昌10年來都沒有進步 告訴你 聽看看 台灣人民用過半的選票 把民主進步黨送進了這棟建築物 你承諾的改革法案在哪裡 他們掌握權力了以後 是幫自家的權貴 修法開後門 搞特權 真是太離譜了 那我看到一個 神經病把他家都拆了 所以我人不來嘛 是不是 大家去看看國民兩黨的場子 哇靠 還可以跳舞啊 還可以LED 還可以搭電視 有沒有 沒有辦法 民眾黨就是這麼窮 所以現在打的是什麼 民眾黨很窮 需要大家的支持 第二個 民進黨執政那麼久了 也都沒有改革 他非常的失望 來 阿川兄 國昌老師說的這位 他在台下三十年前 在台大校園門口 他才會說過一道 就是把民進黨改成國民黨 所以我感覺他都沒進步 就是這個原因 他沒有新的詞彙可以用 剛剛館長講說 民眾黨沒錢 所以武台打這麼小 那是因為你們沒人 不是沒錢 因為你們打那個地方 到中山南路口 很短很短 因為路不走那麼多人 接下來你們說要辦六場 我跟你講這六場辦一定是辦在一個 很封閉的地方 然後透過攝影機拍起來感覺很滿 譬如說辦這個活動 敢在廣場辦跟封路辦最大的差別就是廣場辦的風險很高 那會離你下來了 除非你有材料真的那麼多人 那封路呢 封路其實這樣 封路你可以封一半 可以封三分之一 也可以全封 然後那個舞台面對下一個路口的位置 可以離路口很近 也可以離得很遠 這全部都是沒辦法 所以館長其實他來炒回來後 他回去又開直播了 因為他在參加民眾黨 這個參加後就沒辦法了 他當然又回去開直播 但館長回去後 民眾黨的線上人數就一樣了 館長離開線上人數就一樣了 那個很明顯是館長帶過來 所以現在狀況就是 民眾黨現在要辦多年 說實在 他們其實很困難 為什麼他們只敢辦 在臺北跟新北的板橋 很簡單 都有坐捷運來 你去辦去台南看看 台南什麼地方 台南有啦 在台南辦有機會 因為李鑽教會幫他動完 李鑽教的老人很多 很快 跟以前的燒鳥哥 什麼的一大豬 開那個串燒的 舉酒有的 他們還倒動完 也是都有 但是這一些動員來的 接下來的人數也不會大到什麼樣子 越瘋得越老氣 越瘋得越老氣 所以為什麼接下來 像我們在挑戰黃國昌 想要很理性的跟他討論一些政策 他為什麼一直閃躲 因為他想要掌握這個議題 不想被我帶著走 但是他上台講出來的內容 其實已經沒什麼內容 昨天真的 他昨天從頭到尾 你只要把民進黨三個字改成國民黨 就是黃國昌三十年前 在台大校園的門口 講的那些話都是一模一樣 然後他的動作也一樣 口氣也一樣 都沒有進步 國昌老師 你真的要加油 真的 否則你的 你能夠群眾的號召力 會越來越低 黃國昌現在拚的是不分區的票 你拚的也是不分區的票 你說要幫民進黨增加一百萬票 這票從何而來 跟民眾黨之間有流動性嗎 不然 黃國昌一拚第二名 他會衝什麼票 他一定當選 安全民黨在哪裡 黃國昌就在哪裡 沒有 他堵定當選 只要過五趴 只要過五趴有得分 就是三席起跳 只要過五趴就是三席 他拚第二名 除非民眾黨滅黨 所以他一定有嘛 所以你要把年輕人呼籲 你們如果昌粉呢 黃國昌一定在裡面 但是你們如果是昌粉 想要看黃國昌怎麼修理王毅川 你要把他票投給你就可以了 對 這個不錯 如果這拚不錯 想跟黃國昌修理王毅川了 請把票投給民進黨 王毅川才能進去 換國昌老師的鼓端 這有好嗎 這有好嗎 從明天才開始就這樣說 把他拚下去就對了 不簡單 好 再來看一下 侯兆佩 民進黨說 怎麼那麼像兆侯佩 證明侯友也是扶不起的阿董 我覺得侯友也是 他在新北是霸王 他現在老是被人家講草包 是沒有草的草包 被人家說是扶不起的阿董 我覺得他一定很認 那麼吳興 到底有沒有其他國籍 李彥秋說這位天兵女生 我們是不是又不配 知道你有沒有其他國的國籍了 今天天兵女生講了OK 但是他有告訴大家了 這個我想我是相信他的 他說他沒有其他國家的國籍了 好 那再來看看 蕭美琴跟吳興怡恐怕 副手辯論 照他校正說 難道要躲起來選嗎 你很無聊 你就自己說了 然後就說你們會不會躲起來 你們要躲起來選嗎 好 吳興怡說可以 沒問題我接受挑戰 蕭美琴直接說 我們是很有分寸的 以總統為主 現在副手打得比總統還要熱 你不能怪人家說 那麼這個阿斗說 為什麼 因為是你趙薩康自己說 你自己是中豬龍趙子龍 趙子龍 我們第一個想到就是 趨進趨出救阿斗 對不對 那個故事太那個 大家都知道這個故事 救了這個阿斗 就扶不起的阿斗 早知道就不要救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為什麼說阿斗 本來在去年十一月底 民進黨大拍 國民進黨大拍的時候 那時候侯友他多拍 他的民調動不動四十幾趴 五十幾趴 不可一世 有沒有 蠔友宜的民調 是他自己把他搞掉了 為什麼 等到他 因為以前大家檢驗他 僅限於新北市長的那個階段 等到到了所謂總統級的階段 兩岸外交軍事國狂 我認識他33年 他最圈圈就八個字 結果一講出來 我問你 蠔友宜到昨天 到昨天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還在這邊 還在這邊講 把這個什麼陳靜興用稱 指著我的頭 我一輩子打的仗有多少 然後把捍衛中華民國 你說他一天都不知道 說捍衛中華民國對不對 真奇怪 你如果如此捍衛中華民國 馬上你跳出來講 中華民國是不是一個 獨立自主的國家 中華民國是不是一個 獨立自主的國家 既然中華民國是不是一個 獨立自主的國家 為什麼全世界包括聯合國 安理會都享有否決權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個國家 為什麼我們兩個 不是兩個不同的國家 你不敢講 我跟你敢講嗎 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自主國家 這樣就好嘛 你也承認中國是一個國家 這樣就好嘛 你這個你就不敢講嘛 還捍衛什麼中華民國 不是 我跟你講 國民黨這次的兩岸政策 已經被壓縮了 以前馬英九他還敢講 說不統不獨不武 沒錯 這次國民黨敢講不統嗎 當然不武啊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你怕得罪習近平啊 我跟你講國民黨的 這個兩岸政策 已經被紅色力量逼到極致的 只敢說不要一國兩制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現在只一天到晚在講 捍衛中華民國 捍衛中華民國 你說中華民國 台灣是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你說嘛 你直接講嘛 是不是獨立自主的國家 如果你講出來的話 你就是台獨 按照現在老共的標準 你就是台獨 那除此之外 事實上趙薩康也不用去找別人 為什麼 你自己不是說 你教主任四個 趴趴走 一支穿 一支一支買東西 就黑白衝對不對 然後一天到晚講話 講說話 因為言多必失 趙薩康心直口快 那吳欣營的部分 我告訴各位 那麼現在事實上 民進黨最大的戰略就是 不要特別去攻打 這個柯文哲 但是要保護住吳欣營 吳欣營只要出現在媒體面前 麥克風一嘟 就對民進黨是加分 這樣的一個副總統人選 我們當然要保護他的開玩笑 沒有 我覺得這是對比 因為他是公主 蕭美賢是公仆 不好意思 一輩子都當人民的仆人 不好意思 他不是公主 公主有好幾個 他是長公主好不好 然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在這樣的一個範圍 氛圍之下 然後我問你 趙薩康從出來到第一天 吃到痛苦了 很痛很痛 動作自己在選總統 有不 那天早上講說 我們對柯文哲 君子絕交不出惡言 全世界都不能這樣說 趙薩康不出嫁 就是你在罵柯文哲 你繼續賣 你繼續賣 我告訴你 你繼續賣 你繼續賣 你繼續賣柯文哲 我問你 在柯文哲的民眾黨的 這個區域立委 人那麼少的情況下 總統票 柯粉去投給了這個柯文哲 政黨票去投給了民眾黨 請問區域立委票投給誰 他會投給國民黨的候選人嗎 區域立委候選人嗎 藍白河的話 那很嚇人 藍白河的話 在藍白 五趴五趴 大概是五波五波這種情況下 各一半一半的情況下 民進黨非常危險 但現在反過來了 現在因為你們民進 因為國民黨跟 包括趙薩康 好有一個在地 都在罵柯文哲 而且罵得毫不留情 你知道嗎 什麼什麼 什麼不敢死的 不要臉的 什麼都講出來了 什麼都罵出來以後 我跟你說 你不要小看這些年輕人 這些年輕人是愛恨分明的 你看柯文哲 一去投靠國民黨 要當護手 他們馬上投也不回 跟你臭罵一頓 要跑 所以才嚇死柯文哲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 我問你一件事 只要選舉投票 不要小看人家 人家就算一二十趴 對不對 好歹有一百多萬人 一兩百萬人 這個人是在投趨力 會先把你解釋國民黨 對不對 那你怎麼辦